大家好 欢迎收看现实魔方 新婚应该是婚姻生活当中最甜蜜最浪漫的一个阶段 但是今天有一位新婚的妻子说 结婚三个月的时候她想离婚了 最近怎么回事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小刘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主持人 我老婆失踪了 失踪 对 她到哪里去你不知道吗 我跟我老婆结婚三个多月了 然后呢上个礼拜 我一回到家就发现她人不见了 然后呢我等到半夜 也没见她人回来 她也没有留讯息给你 留纸条给你吗 没有 我打了电话 然后电话也转成语音了 然后呢QQ留言 她也没有回复 所以说可能就是失踪了 她的家人的父母 是这样子的 我怀疑她可能是被她父母给抓回老家去了 你用了一个词叫抓回老家 为什么要用这个词语 我跟嘉嘉是在网上认识的 在网吧里面上火的时候认识 你太太叫嘉嘉 我们三四个月 然后呢就闪婚了 就结婚了 三个多月就闪婚了 然后我们是先领了结婚证 然后领了结婚证 然后呢再打电话告诉双方父母 嘉嘉给她爸妈打电话的时候 她爸妈一听非常生气 然后呢一个进的就叫嘉嘉 跟我离婚 马上回老家 我跟她爸妈解释的时候 她爸妈听也不听 然后呢就把电话挂了 也不听我解释 所以你认为出现这样的问题 可能是被父母给送回老家了 然后呢后面的话 她爸妈也打过好几次电话给嘉嘉 叫她赶紧回家 然后呢也找她老家的一些熟人 都是去劝嘉嘉 叫她回家 不要跟我来往 可是就算是父母希望嘉嘉回老家 不要和你来往 不要和你结婚 但毕竟她这么大人了 她得给你比如说留一个说法 或者开着手机和你取得联系 告诉你实情再走啊 对 是的 所以说我现在 我打她家里的电话 她家里看到是我的打电话 她就不接 然后呢甚至有时候接了就挂掉了 然后我现在都不知道 嘉嘉现在不知道过得好不好 然后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很苦恼现在 我觉得这里边还是有很多疑团啊 就算是父母反对 那么嘉嘉的态度应该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她为什么会不告而别 这样今天呢我们先来了嘉嘉的母亲 因为你说是她的父母做主把她抓回老家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怎么回事 她也到现场来了吗 对 我们取得了联系 请嘉嘉的妈妈来到了现场 嘉嘉妈妈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很感谢你的配合来到我们今天现场 现在小刘说 她怀疑是父母把嘉嘉送回老家了 是这样吗 是的 就是因为反对嘉嘉和小刘在一起 我们是坚决反对他们这个婚姻 我们要让他们离婚 说说原因可以吗 因为呀 嘉嘉是我的独养女 我就这么一个孩子 从小呢 可以说是比较娇生惯养的吧 我女儿呢 跟小刘 紧紧的姐姐就认识了 甚至了三个月 她们是在网上认识的 在网上呢 就是网上聊天 然后呢 就同居了 我女儿呢 是被小刘骗去的 阿姨 我跟嘉嘉是真心相爱的 那我想 阿姨如果她们是自由恋爱结婚 虽然是闪婚 但可能不存在说欺骗骗去的 其实情况是这样子的 我们都是从外地来上海打工的 都是在网上认识的 然后呢 也见了一次面 一来二晚的 然后呢 慢慢的我们就是 感觉很好 对 建立了彼此的感情 可能日久生情嘛 然后呢 我们就 就同居了 但不管怎么样阿姨啊 既然她们结合了 虽然你还不信任小刘 也不了解她的为人 我想怎么也不应该 把嘉嘉带回老家 逼她回老家 你应该试着了解一下小刘 小刘她本身 她是结过婚的 哦 也就是她有过婚史的 对 小刘是这样吗 嗯 是的 这点嘉嘉知道吗 嘉嘉她也知道 我跟我前妻吧 是大学同学 毕业以后 我跟我前妻就结婚了 因为她是所谓那种女强人的 经常回到家 就耍一些大小姐脾气 然后呢 她就跟我提出离婚了 之后 我再也没有跟她联系了 这是 不管你跟她联系不联系 我们就是不同意 我们家家跟你在一起 但是这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 小刘 你是结过婚的呀 你跟我女儿才认识多长时间呀 你现在就要把她取到你的手 也不会就是三个多月啊 你就要跟她领证办事 在我们当地 我们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呢 你这样做 我们的面子往哪放啊 我们的脸往哪搁呀 阿姨 你只要让嘉嘉跟我在一起 我可以回老家办一场很丰盛的一个婚礼 我们还是坚持 家家就是不能和你在一起 阿姨啊 我也觉得应该尊重一下女儿的感受 你试试看 接受一下她们呢 主持人 说实在的 我们真是挺有苦衷的 难以启齿啊 这是 阿姨您说的苦衷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其实可能还另有隐情 让你一定要使嘉嘉和小刘分开 我觉得小刘今天有权利知道 阿姨你知道 她们在法律上已经是合法的夫妻了 你们已经领证了 对不对 他们没有通知父母 没有告知父母 这是他们的措施 但是他们其实是法律保护的合法夫妻 如果你把他的妻子带走 不让他们见面 其实阿姨从法律上来说 这是不合法的 其实这个事呢 我其实真的不想当着这个电视的这个观众人要说这事 妈妈对你苦口可行 说了多少啊 所以我知道我做的 我做法是很幼稚 而且她现在不管你 我还是坚持 我一定要和嘉嘉 我老婆失踪了 她可能是被她妇女给抓回老家去了 嘉嘉就是不能和你在一起 我跟嘉嘉是真心相爱的 我们真是挺有苦衷的 难以启齿啊 嘉嘉其实呢 她生过一个孩子 这事小刘知道吗 上个星期我就去她那个老乡那边去打听 她那个老乡告诉我 叫我不要去找她了 她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您说的一切是什么 就是她有小孩 嘉嘉呢 她是比较单纯 她稀里糊涂的呢 她就跟她的那个前面的一个男朋友 就身怀有孕了 时间长了 孩子慢慢在肚子里大了 就就生下来了 生下来以后呢 她们还是不结婚 不结婚 结果呢 嘉嘉把孩子丢给我们老两口 然后自己跑到上海里头 所以嘉嘉是一个未婚妈妈 哎 是这一个 所以嘛 我们觉得脸面嘛 很过不去 所以现在要是说 嘉嘉突然跟小刘结婚了 你说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 很难对外交代是吗 对呀 往哪放呢 你说 很了解父母的心态 总觉得既然有小孙子了 就应该跟她自己的亲生父亲 亲生母亲过 这是长辈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小刘 这个时刻可能最关键的人物 应该是嘉嘉 我们也是麻烦嘉嘉的妈妈 把嘉嘉一起带到了节目现场 嘉嘉也到现场来了吗 嘉嘉你好 嘉嘉你好 嘉嘉 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就这样 哭声不响的 就跟着妈妈回老家呢 小刘这边怎么办呢 其实我一直都是在 父母的那种 就是一直都是在那种 他们那种 非常严厉的那种 教导下 所以我不敢用什么 叛逆的那种心理 所以他们说什么 我就认识了 刚刚你妈妈也提到 回去之后 你天天哭 是的 你跟妈妈解释过些什么吗 我跟妈妈说了 其实我以前在老家的时候 是谈过一个男朋友的 然后呢 那个时候毕竟还小 年轻 不懂事 然后就是 就一时冲动吧 后来发现自己怀孕了 毕竟已经四个多月了 那时候 后来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找到他 我就说 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吧 但是 我那个前男友 他就是不负责任的 就是甩门而去 后来我也是在没有办法了 然后就把这个事情 跟我爸 我妈说了 佳佳呀 妈妈对你苦口婆心 说了多少啊 你听了没有 全部都到了耳旁风啊 你要是平时能听爸爸妈妈对你说的话 能够听进去 也不至于把事情闹得这么复杂呀 阿姨 现在说这么多有什么用的 你先听佳佳把话说完好不好 我为什么不说呢 你们说 这个事情也是你们要做主 那个事情也是你们要做主 你说你们对我们老人 你们还有什么能够尊重的呢 佳佳 其实今天你来到现场 不仅仅是要向父母解释 你们俩为什么会在一起 其实你同时还要向小刘解释 他已经知道你过去有个孩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后来为什么又分开 之后为什么你的父母 又希望你和小汪 也就是孩子的爸爸在一起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过程 其实那个时候 说实在话 做一个女孩子 在那个环境里面 就是未婚先孕 然后生孩子 是一件事 伤风败俗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把孩子生完之后 感觉没法去面对周围的人 所以就是孤身来到上海 挺难的那个时候 心情非常低落 整个人就是空虚极了那时候 然后呢 我认识了浩天 就是我现在的老公 他对我挺好的 那个时候 他就觉得我是一个外地女孩子 来到这边就是很不容易啊 所以在各方面 他给我许多的帮助 也就是所以说 我们俩也可以说是 一见钟情吧那种 所以很快就决定理证 对所以就闪婚了那种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不敢跟 那时候你为什么不敢跟爸爸妈妈讲 因为毕竟在家里面有个孩子嘛 而且 你是知道母亲的想法 是希望让你和小汪继续在一起的 对的对的 所以我不敢说 所以想就是 先斩后走 先结了之后告诉父母 对的对的 这个事我想问一下小刘 当你在一个多星期前 知道家家在老家有个孩子 是一个未婚妈妈的时候 您什么感受 我当时也想了很多 然后呢 我也想到自己 因为可能是前妻的原因嘛 给我带来的一些创伤 然后呢 我在想 其实家家本质上 她是一个善良 单纯的女孩 她可能就是 可能她可能是一时糊涂吧 或者是也有她自己的难言之隐 然后呢 因为自从她这几天不在家 我整个人就比较颓会了 每天就是抽烟喝酒 也没去上班 然后声音现在说话也傻哑了 就是整个人都不在状态 我就发现 其实在我的人生当中 是少不了家家的 你告诉我这些是打算接受家家的孩子是吗 对的 就只要她的父母同意你们在一起 你打算让家家和她的孩子和你一起过 对 阿姨 你想的这么简单呢 你这样能对她负责任吗 只要你不建议的话 家家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因为现在我是家家的丈夫了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我可以跟家家共同去抚衍这个孩子 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 哎呀 你看到小刘的表态 你会发现她真的很诚恳 而且我觉得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 你女儿都没有告诉过她 她以前有孩子 小刘就能够在一星期当中消化这些信息 并且愿意打算接受孩子 我觉得很难能可贵 您考虑一下 其实我在我们当地呢 大家都知道家家有一个儿子 而且呢 汪家呢 对这个儿子呢 也是很喜欢的 所以呢 我们就是说平常走到外边去 我们都是说这是小汪的儿子 虽然他俩没结婚 但是人家就是这样视为孙子 再一个呢 你现在你就说你跟小刘现在要结婚 那么这个孩子呢 他没有父亲 他没有名分呢 那对他的成长有好处吗 如果小刘和家家能够继续生活下去 我想小刘就是他的父亲 而且小刘刚才也已经向我们表态了 刚才佳佳应该是听着小刘的那段表态 他在今天之前就已经知道你有个孩子了 而且已经打算接受这个孩子 你听到刚刚那段话感动吗 我很感动 所以 你一直不敢把自己有孩子的事情告诉他 对不对 因为我是因为我太在乎他了 所以我不敢跟他说 我怕我说了过之后我会失去他 你们说的都很简单呀 人家家里头愿意不愿意呀 这也得考虑呀 阿姨 孩子的事情可以做下来慢慢解决的 而且我想这是我跟佳佳两个人的事 我想我们俩可以把它解决好的 现在不管你怎么说 我还是坚持 我一定要把佳佳带回去 你们就是不能带回去 妈妈 我知道你带孩子很不容易 你走了这一年 把孩子丢给我们 我们使一把尿一把 给孩子 为这个为那个 把孩子一点点的养大 孩子现在连妈妈长得个啥样 都不知道 你说你们是处责吗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可爸爸其实我也想孩子 但是我也想到孩子 我就想起他爸爸那个样 我就恨他你知道吗 佳佳你别难过 如果你喜欢小孩的话 我们可以可以把它抚养 佳佳其实我想阿姨能够一直坚持到今天不容易的 你想你的两段恋情 第一段未婚先孕 而且导致你的母亲觉得很没有脸面 第二段 在没有告知任何恋情的情况下就闪婚 所以我知道我做的 我做法是很幼稚 而且太 太太不现实的那种 但是我 但是我过去 但是我对他确实 你说我们在那个小县城里头 人家说三说四的 看我们的笑话呀 阿姨 其实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看 重要的是家家和小刘生活的怎样 如果他们真的幸福 如果他们真的能够对家家的孩子好 这样人家也就不是笑话了 可能就是美谈了 这样 今天的我们现场有心理学家夏冬豪老师 夏老师 他听到这个故事之后会针对谁做一下开导呢 我们来请出夏老师 夏老师你好 妈妈 其实我在旁边观察 我觉得妈妈的脑子是钻在自己的脑子里面 就是那个面子问题还有观念问题 而且你在讲你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你根本不关心你女儿是开心还是痛苦 我看你开心女儿笑或哭 你根本就是没感觉的 所以在这边我要很中立的说一句话 就妈妈你现在并不是在关心你女儿 你真正是关心你自己 你自己的那些想法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还有你自己的面子 所以妈妈你要好好想想 或许你这样子做 你保留了面子 可是呢 你女儿会痛苦 我知道阿姨你今天还把小汪也请到现场了是吗 是 她也是想通过咱们这个节目 能够把问题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 所以她今天也来到了咱们这个现场 好 我们现在就请出小汪 小汪你好 夏老师你好 你和佳佳很多年前的恋爱 之后有了孩子是吗 是的 后来你是一直留在老家还是离开老家了 我也离开老家了 你也离开老家了 对对对对 这次来节目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这次来这次节目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佳佳能够跟我回去结婚 把家里的房子车子家电还有家具都准备好 我跟佳佳才是真心相爱的 但是我相信他们的感情不是真的 还有什么 咱们怎么的 佳佳 今天谁也别想把你从我身边抢走 你主见在哪里 请问主持人你看出来了吗 我最大负责就是就是主见 我广告回来 寿佛魔方为您揭晓 我现在还小年轻不懂事 可以跟佳佳不能去抚衍这个孩子 这个事情也是你们要做主 那个事情也是你们要做 佳佳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就是希望佳佳能够跟我回去结婚 当时要离开佳佳 不愿意面对他和他的孩子 为什么这次突然说要佳佳和你结婚呢 我们认识是从很年轻的时候 就是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认识了 然后那个时候大二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是在一起了 他们从小就是青梅竹马 在初中的时候 他们就很要好 到了上大专的时候 小旺就追求我女儿 然后大概到快要毕业的时候 然后家家突然说她怀孕了 我当时听到这个话非常的震惊 因为突然之间孩子降临 我感觉就是我一下子 自己就被舒服住了 我觉得我还年轻 我要到外面去闯一闯 而且那个时候我怕对我毕业有影响 对我的以后工作 以我的前途有影响 所以说那个时候 我也是年少不懂事 我就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那次我打了她一巴掌 然后甩闷而去 之后你们就分开了 是吗 对 用家家妈妈的话说 你的父母也很喜欢这个小孙子 是的 我父母也很喜欢 一直希望你们能够在一起 是吧 对 人家小王家 人家几次上门来提亲 而且人家把家里的房子 车子 家电 还有家具都准备好了 现在就是等着把家家带回去以后 可是当年是小王 不敢面对现实 离开家家的 但是呢 她的父母 一直是跟我们讲 就是要尽快地把这个婚事办了 而且她爸爸妈妈都甚至骂了小王 那次呢 我回去之后跟我父母说了 我父母非常生气 我母亲 我妈妈说 这样子是 我这样做 女人的一辈子基本上就完了 那个时候我爸爸呢 他已经气得没有话讲了 就是一直拿着扫把追着我打 所以说我这件事情 我一直觉得到现在我都挺后悔的 所以说现在我希望 你带家家回去 可是家家已经结婚了 他的老公就坐在你对面 我知道 但是我相信他们的感情不是真的 为什么 他们他们在一起一年的时间都还不到 他了解家家吗 你知道 你说你会对家家好 你知道家家生孩子的时候 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你去哪里了 你现在才跑过来 我承认 那是我年轻不懂事 那是我年轻不懂事 现在我后悔了 现在我回来了 我希望家家能够回去 你了解家家吗 可是家家爱的人是我 你知道他喜欢吃什么吗 你跟他接触 请你明白一点可以吗 你跟他接触才几天的时间 你为家家做了什么 我为家家做什么 你知道家家喜欢什么吗 他喜欢吃什么 他喜欢穿什么衣服 他有的时候会有胃痛 你知道吗 这些你知道吗 但是我想问你 你为家家做了什么 我跟家家才是真心相爱 真心相爱 你难道没有顾及一下家家的感受吗 我就是顾及他感受 所以说我现在 我觉得孩子是无故的 我现在要带家家回去 我要带孩子 你难道不想听听家家家 我要给家家一个完整的家 是你的想法吗 我要给家家一个完整的家 我要对孩子负责 你看他就是为了孩子 才会跟我在一起 你觉得我跟他还在一起 还有幸福可言吗 你们现在是说这个 说那个 我还是坚持我的 家家 我父母 我爸爸妈妈在家里 房子 房子什么都买好了 就等你回去 你不要再说了 我和你不可能的 我对你没有感情了 他们汪家也是多次的提出来 家家 既然你已经有孩子了 他有什么好 他有什么好 咱们怎么的 也是要把这个婚禁 今天随便想把你从我身边抢走 他有什么好 你要选择他 家家你还是要听妈妈的 好这样 我觉得 家家其实能够告诉他们很多答案 首先来回答一下 刚才小汪提出的 他有什么好 是的 我和你之前是有感情 但那只是感情 但不是爱情 当我自己在上海那个时候 很无助的时候 是浩天他帮了我 可以说 是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吧 那个时候 我成天就是在屋里面 成天都是不出去的 他怕我站在屋里面 和社会脱连 然后他就是经常带我出去健身 然后帮我报名学英语 其实那个时候 我觉得 我从来没有过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只相信我心里面那种感觉 家家回答的答案其实很简单 小汪你带给他的是伤害 小刘带给他的 但是孩子是无辜的呀 孩子是无辜的 我希望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孩子是无辜的 再说我父母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可是你知道吗 没有感情的婚姻 它就是一座魂墓 如果说我们两个为了孩子 再走在一起 你觉得那个 如果孩子生活 一直生活在不融洽的一个家 的一个环境里面 你觉得他会健康吗 我父母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我爸妈还带我 看过一次这个孩子 我看到他觉得挺可怜的 那你还是为了父母 我觉得我要为这个家负责 我要让他 再说他身上流的是我的血 你还是为了你父母 才会和我走在一起的 对不对 他身上流的是我的血 小汪你一直在强调 这是你的孩子 你觉得你以前没有尽责 现在要负起 做爸爸的责任来 对吗 对 其实提的不过是 要对孩子负责 你对现在的家家 还有感情吗 这么多年过去了 有过伤害 有过离开 你还曾经想念过家家吗 其实是这样的 我这些年 一直在外面 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那么我在这当中 也认识很多的女孩子 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女孩子 像家家这么好了 所以说我比较后悔 但是我跟家家已经分开这么久了 我相信 虽然说感情是没有以前的 但是我相信孩子是无故的 我相信就是我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家 你先只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才追求家家希望他回老家跟你结婚 是这意思吗 但是家家是爱我的 但是 你必须认同这一天 我想每个人可能都很纠结 小刘也很慌张 觉得马上就要失去自己深爱的太太了 而太太曾经和另外一个男人有过一个孩子 孩子毕竟是活生生的存在的事实 家家也存在着 左边是父母和小汪 右边是自己先生这样的抉择 还有现在小汪也来到现场 直接表态 说要重新组织一个属于你们的家庭 对于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不知道各位网友他们会怎么看 我们先把九宫阁切到现场 你们觉得家家应该做怎样的选择 这位网友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觉得家家该做怎样的选择呢 我觉得家家应该选择女先生 因为没有爱情和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也不会长久的 而只要刘先生他愿意接受这个孩子的话 孩子也会 这个孩子也会像自肯的孩子一样 生活得很健康 对 这位网友的意见就是应该让家家和小刘组合在一起 而且小刘也非常诚恳地愿意接受孩子 并且愿意养大这个孩子 好我们再来问问其他网友 这位网友你好 我想说一下这个妈妈 我觉得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这么干涉女儿的婚姻呢 你老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面子你就只想了自己的面子 你那些封建想法 用你那些封建想法 你还干涉女儿的婚姻 你这样不是毁了她一辈子吗 这网友你也觉得家家应该继续跟小刘在一起是吗 是的 我觉得那个小王你以前就不负责任的就那么走了 然后现在你就是为了因为生了个儿子 所以你才想跟家家结婚 你根本就不爱家家 不是真正想和他结婚 只是为了那个儿子 对不对 我知道是我以前不懂事 以前年少无私 但是现在我想我是真心的 的确我们可以理解小王这种心情 他说当时呢 的确是他不对离开了家家没有尽责 但现在他想负起这个责任 同时他认为跟家家以前是有感情基础的 如果再复合在一起呢 并不像大家想象的 好像觉得再也培养不了感情了 你是这意思是吗小王 对是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网友 你好这个网友 主席你好 你的态度是什么 烙心蛙的我想请问你 你是男的吗 身在背部责任的群体里面 我已有你这样的同学感到辞入啊 当初发生了 难道谁谁没有一点年少无私犯下错误 你没有吗 我有啊 我现在我现在过来 我就是想真心对家家好的 我就是想对他负责 我想给他一个完整家 有错吗这样 可是你从刚才到现在为止 你说的话都是以父母为主的 你有自己的组件吗 我有啊 你组件在哪里 请问主持人你看出来了吗 我对他或者就是就是组件啊 我对他 我跟他回去结婚就是组件啊 可是你跟他结婚 你嘴你不停地提出了孩子 你倒是跟孩子结婚 还是跟他结婚呢 其实网友在质疑你的事 究竟你是爱家家 珍惜家家 觉得错过了家家 很可惜 想再回到他的身边 还是说 不管是什么样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孩子是无辜的嘛 孩子是无辜的嘛 不他们现在想知道 你对他 我想请问你 到现在你知道了 甚至在男孩的时候 你为什么像现在像个极顶的鼻涕虫一样 连着呢 请你拍拍自己的脸 问一下自己 你现在脸皮够挽怀什么吗 好 谢谢各位 我不想 我不想跟你 谢谢你们各位的评论 有些可能语言会非常的极端啊 但是小汪啊 大家在质疑你对家家的感情 我们知道你是孩子的爸爸 我们也希望 每一个孩子都能和亲生父亲 我们以前感情是很好的 我们以前感情是很好的 现在呢 现在虽然说分手很多年了嘛 感情可以回来的嘛 而且孩子是无辜的嘛 但是这一切都过去了 现在家家爱的是我 爱的是你 你们才结束多长时间 的确小汪的出现 会让事情有些复杂 我们也再请教一下夏老师 在这个故事当中 小汪他接下来该怎样的小事 我想问一下小汪 你爱家家吗 现在 爱啊 OK好 我相信你爱他 我姑且 你真的爱他 但问题是 你可以爱他不代表他一定要爱你 我再要强调的是 我不怀疑你对家家的爱 我不怀疑 不是 但是我们已经有孩子了 OK好 这里我要讲的第二点 第二点呢 孩子的问题 我想让所有的人 包括妈妈知道 刚才你说要给孩子个完整的家 这句话是 这句话表面上是对的 但事实上他是不完整的 OK 如果要让孩子健康 从心里的观点来 是你要给孩子 一对幸福温馨的环境 以及父母 但是如果今天呢 你们每个都像敌人一样 就算把你们凑在一起 表面上是个完整的家 还是爸爸妈妈在一起 但是呢 妈妈根本不爱爸爸 然后呢 互相吵架 然后他们又互相敌视的话 我给你保证是 孩子以后长大心里 会不见他们 所以这些 我想请你 还有家家 还有阿姨去理解这件事 好吗 小汪 我跟你之间真的没有感情了 我爱的是浩天 我跟你已经早就结束了 请你放过我们吧 成全我们好不好 其实接下来啊 不管家家和谁在一起 可能还牵扯到一个法律问题 就是这个未婚先孕的孩子 他今后的归属权 因为他和家家当时并没有结婚 所以孩子从来没有经过过 判给谁的问题 如果今后家家的爸爸妈妈 包括小汪的父母 都来争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的话 这孩子该给谁 该属于谁 这个家家你考虑过吗 我考虑过 其实如果小汪要是不介意的话 这个孩子我也可以带走的 你是现在想把孩子带到上海来 对 想跟着你和小刘过是吗 对 其实浩天季青也说了 他可以认这个孩子是吧 然后他就是 如果小汪不介意的话 他可以有两个父亲 有两个家庭 让我们就是共同 来把这个孩子的抚养 长大 然后等到长大了之后 让他自己去选择 究竟跟着谁 我们今天也特地为你们请来了一位法律专家 我们通过视频的方式和他进行一下沟通 好 我们听说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的严严律师 严律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想故事大概您都已经了解了 是的 如果双方家庭争夺这个孩子的话 孩子抚养权该归属于谁呢 今天的这个孩子呢 在法律上 他的定义呢 是非婚生子女 那么在我国的婚姻法和相关的法律当中呢 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呢 和婚生子女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如果说嘉嘉和这个小汪 他们两个人都想这个取得孩子的抚养权的话呢 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夺子大战 可能也是比照婚姻家庭当中的这样的一个 抚养权的分割 严律师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我想把孩子带回去和我一起抚养可以吗 其实在孩子的抚养权没有通过法律途径确认之前呢 你们双方都是有权利去争取这个抚养权的 无论你们之间是否有过婚姻关系 你们都是孩子的父母 也都是孩子的监护人 所以你们无论哪一方抚养他 另一方都是要做相应的付出和义务的 谢谢严律师 严律师你好 就是我就是现在 我就是我想把孩子带到我和浩天身边来 你觉得妥当吗 这个是可以的 从法律上讲呢 这就涉及一个新的问题 如果你和浩天你们两个人愿意一起带这个孩子长大 那么浩天和孩子之间呢 会形成一种继父子的法律关系 那么这种法律关系是法律所拟制出来的血亲 所以我认为像浩天现在这样很真诚的向你表态说 愿意带孩子 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和理想的 谢谢 我相信大家心头啊 一下子明亮了很多 无论从情感上法律上 都有了很多的这个意识 我不知道现在 大家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阿姨 我今天通过咱们现场的这一席话以后呢 我感觉到呢 我原来对小汪呢 虽然是也是看着她长大的 她原来对我女儿呢 也是有过一定的这个感情的 但是呢 她对这个孩子 就是一直就是在这个孩子的这个身上想的比较多一点 但是从感情上来讲呢 对我女儿呢 她毕竟还是伤害了我女儿 你也看到这一点 那你放心把女儿交给她吗 小刘呢 她今天在现场的一番话 也打动了我 我觉得阿姨还是非常明事理的 其实今天在现场 虽然阿姨说了很多 但是起码小刘的表态 小刘的一举动 阿姨都看在眼里 对 因为阿姨 我还是希望跟家家一起去抚养这个小孩 因为我也看得出来 家家其实很喜欢这个小孩的 而且我也准备把这个房子换大一点的一个房子 然后呢 如果你不建议的话 我希望把你接过来 一起来照顾这个小孩 如果汪先生不建议的话 也可以把小孩 接到你家里面去 住一段时间都可以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要 为了这个小孩 今后的一个幸福 着想 阿姨你发现吗 你宇儿找的是一个很优秀的男人 很成熟 亲胸开阔 小汪 你呢 我想说两句 我希望呢 以后我可以跟我爸妈 能够经常去看看孩子 家家对不起 以前是我年少不懂事 那我就先走了 谢谢小王最后在节目线上的表态 呃 在这里 大家都是年轻人啊 也许今天这个节目也会让大家意识到 曾经哪些方面 是有做的不对的 也许是有 是要请求父母原谅的 对 小刘也是 家家也是 家家最后能不能走到魔方里来 和小刘一起面对自己的母亲 说一声道歉 妈 我为我以前做的事情 向你表示道歉 请你能够原谅我 我也会好好地 阿姨 不 妈 为了我跟家家的幸福 请承向我们吧 是啊 很幸福的时刻 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 孩子结婚了 而且 其实 又已经有下一代 再下一代 我想 可能一幸福 就从此刻开始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这期的幸福魔方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